先講神高度的超越性和對神的超越性的回應 這是我時時都寬理講的 歸神的就是神那種美好 當我們聽到神那種美善 好像是先弟兄分享 其實幾次醫生都說不行的 可以說是去到死門關 但是神也會救了他 並且有光明的手拖你 其實我都會鼓勵很多人有這個經歷之後 當他安靜等到神 是可以去到這些境界 經歷到神再一次臨到你身上 所以你珍惜這個可以給你很大的祝福 好 我們講到神的超越性 其實人人都知道神是全能的 全在的 無所不能的 但是我現在由不同的角度 刺激大家的思考 其實我不能夠講完所有神的每一方面 只是講一部份 讓大家更加對神有好的回應 首先我想講的是人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人覺得自己不及人 或者被人影響 好像左邊的圖一樣 我比你高 右邊人都覺得他不好 我們經常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好像沒有什麼前路 沒有什麼出色 於是就沒有膽量發揮生命 或者經常被人壓制 其實這裏我們是一個時夢訓練過程 很想幫助更多人的生命被發揮出來 但很多人就覺得不行了 我不救人那麼好 沒有用的 做不到的 這種壓力 或者人對我不好 但當我們知道神超越了所有人 我們就覺得必須擔心他們 必須給他們影響 我們可以大大發揮 或者有時候我們怕自己不行 其實在神裡面 神是能夠提升每一個人的 好了 現在人們做那些飛機 火箭都飛得很快 不過神是怎樣 神是神的天使是怎樣 是精度 跟祂是不同的 祂是飛飛飛 飛去月球也有牌飛 但是神是積度的 心言十五章三節一起錄 而又的眼目無處不在 而創作書六章三節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 就是神的眼目無處不在 就是祂經常都在這裏 時時在這裏 祂的榮光充滿全地 祂的榮光全世界在這裏 就是祂同時在任何一個地方 也同時可以任何時間出現 這個就是神的全能超越 其實當人看過這些科學的產品 有時人們覺得自己很聰明 但是當你一看 它多快也好 多快也好 無論如何都不及神的速度 而且就算多快也好 發明這些人都要病 都要老 都要死 他都不能夠掌握他的生命 所以其實人有時就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自己很聰明 但其實真的跟神比是沒得比的 人其實做了很多精巧的設計 電腦或者武器 其實很多發明都是武器 發明了很多東西 神做的精巧程度 是根本超越一切的 這裏我只擺了幾個東西 我們的腦 能夠控制我們身體各樣的功能 能夠這麼細細過一個小腦 比一個電腦更小 比一個電腦更小 但它裏面的線路是多到不一樣 如果這些線路變成普通的電線 是需要有九個大的音樂廳 才能安裝這些電線 我們因為那些電線是非常幼的 能夠傳遞很多的訊息 以及接收很多的訊息 是很奇妙的 我們的眼睛看到的訊息 以及耳朵收的訊息 都是用電的 你聞到什麼是用電的 就是全部都是電來的 但是那些就會將 腦子將眼睛的電變為視覺 耳朵就變為音樂 聽到聲音 就不會眼睛看到音樂 眼睛看到的時候 就變成音樂了 不會的 是正常運作的 就是神做我們的身體很奇妙的 神做我們的內臟 每一個功能 那些賀爾蒙 每一樣的功能 以及我們的眼睛都是非常奇妙的 詩篇139篇14節 因我受造奇妙可惟 這時我深深知道的 很奇妙可惟 我們每一樣東西 我們的身體構造是非常奇妙的 其實有很多地方 我們沒有留意到 譬如我們這張腳 能夠承受很大的壓力 是因為我們的腳 能夠有一種彈性 我們其實全身都有很多功能 還有人是很漂亮的 就是你跳模一樣 你跳模一樣 感謝耶穌 你跳模一樣很漂亮 打球又可以 嘩 很厲害的 嘩 嘩 身体的功能可以很强 都是因为神创造这个身体 这个真的是 当我们看的时候 人做的永远不会做到生命出来 永远人做不到 从无变为有的生命或者生命的质素 比如做西瓜、做西瓜 你用一些土豆的料味 你做不到有机的食物 人做的一定要由神做的 然后将它加工来做出来 人的智慧和能力有限 左边这个图是运动员 运动员都会抽筋 运动员都会 运动的时候会死 它一样会有软弱的时候 这个图不是很清楚 就是坐牢 人的智慧有限 所以会做一些事情令到他坐牢 或者令到他有不良的后果 有些人很聪明 但他会浪费他的生命 例如莫刹特 他是很深刻 因为我很喜欢音乐 我看过这个莫刹特传 其中一套有不同的 讲莫刹特的 讲他小时候 他小时候 他看到他能够睡觉 电影没有讲的 这个是我听回来的 就是他爸爸弹一个和言 他跟着叫醒他 他会讲得出来是什么和言 还有他去到宫廷那里 看到那个人弹琴的时候 他看完一次 那个人问他 你是不是要写下 他说不用 已经在这里了 接着他把他弹回来 让他弹到这里 他说这里可以改善 立即将它改善 即是他那种音乐的细胞 非常高 但他是浪费生命 结果他是 即是他在这个音乐上 神给他的财力很高 但他的管理生命 是非常之 可以说是愚蠢 即是他不懂得管理生命 不懂得善用他的生命 人就是这样 但神的能力是无限量的 即是他就算闪电的能力 是很大 闪电可以供应一个城市 几个月用的电 一次的闪电 而神做的花草树木样 都很漂亮很漂亮 看上来 即是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一些 就算是昆虫 很多人觉得昆虫 是好像不喜欢昆虫 但其实你留意昆虫 每一种的昆虫不同 在我住的附近 有一条路 其实我周围都喜欢走 我最喜欢走的山路 我最喜欢走的 是比较湿润的山路 我后面就有一条这样的山路 在这个栏杆 每次走的都会有不同的无从 大家不喜欢看它 我觉得很有趣的 他每一种都不同 每一种的生物都有不同 每一看他那种构造很奇妙 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很大 他的智慧很高 能够设计不同的生物 以赛书40章28节 创造地基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他不会累的 他永远都不用睡觉的 我们没有人想象 我们这些不想象 也不用睡觉的 还有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是无可限量的 其实就算看昆虫看蝴蝶 我拍过很多蝴蝶的照片 真的有很多种 每一种不同 有些 因为我有时的蝴蝶不是很记忆 有一种蝴蝶 拖着两条长蝴 好像缝尾蝶 飞上来 很漂亮的 两条尾 好像纸腰 它又不是幼的 又不是很阔又不是很幼的 总之颜色 例如我们看到蝴蝶 白色就多了 其实我们看到蝉蝎蝎蝎 纖黄色 还有神对藏色 很好看的 譬如我看蝶又是 我很喜欢看不同的动物 神 pride的藏色 Им见不清楚的人装衣 人的衣服 是没有将那些花见的 相对不同的 你可以看他们那些 거� pyramidas 的衣服 有種光彩 但是那些小鳥有些令毛的 有些真的很好靚的 就算一條普通的魚 你看到它游泳也是很好靚的 這就是神的智慧和它的能力是極高的 人造的食物是怎樣呢 是致癌的 很多時候人造的東西 經過人工的東西 這些就是人工的東西 其中有些很多人都不知道 就去吃魚蛋 人工總要加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不要以為你看到這些食物 我經常都吃了 這些食物是可以致癌的 其實你上網找致癌食物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造 神造的是醫癌的 神造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這些是寫著醫癌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你回去看醫癌的食物 都是神造的 神造一些普通的水果已經有這種功能 所以你每天都吃一些生的 如果可以吃一些生的菜或者生的果 是對你好的 最好是有皮的油 你剝了皮就不會有農藥 不是那些水果有問題 是人家的農藥 你將那些農藥拿走 那三個人就更加有力 譬如人有問題 人用的方法是甚麼呢 有心靈的問題給他藥給他吃 去精神病院 有些人精神病院 就是經常都是這樣的狀況 都沒有醫好的 有很多人有精神問題 真的很長的時間都是差不多 但是神醫治的方法就是有神的同在 神的愛在祈禱的時候醫治 或者好像弟兄那種神職性的 神職性的醫治 這個是神能夠做得到的 我們其實祈禱為祈禱 很多都安慰、釋放 就哭出來 跟著就鬆了 這個就是神那種奇妙 神的同在就會這麼美好的 而人的心呢 正先是講人造的事和神造的事 現在就是人的質素 創世紀八章也節 人從小時心裏懷著惡念 人的心就是小時候 小時候已經懷著惡念 人的心被賣物 賣物都詭詐 壞到極處碎 人會有怒氣、煩惱、憂愁 貪錢 有些錢 右下角是指責 但是神的心是藏著什麼呢 神的裏面是什麼呢 馬太十九章十七節 一起讀一些經文 耶穌對他說 你為心可以良善 問我呢 只有一位善良善 就是只有一位是良善 真正良善的 人生的良善呢 他都是大有雜質的 就是很多人對人 對有些人好 但是他對他太太不太好 他對有些人好 但是他對他下屬不太好 就是人總是有他的問題 但是神的裏面是盡都良善 當我們經歷聖靈的時候 都是感受到神的愛和良善的 但是我們跟人相處呢 差不多每個人都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人總有性格問題 左上角那個你猜是什麼呢 完美主義 是吧 我顯微鏡看看你有沒有 你現在已經誇張了 就是看看有沒有一些髒 這個就是人有時有完美主義 下面一個懶惰 就是人有些人就很懶惰 右上角就是控制性 就是人有些人就喜歡控制人 這個左下角就是什麼呢 智蓮 你看那些眼淚一直流流流流流流 就是經常都哭 右下角就是一個受傷的心 經常都受傷的人 就是人的性格 有很多種不同的問題 但是神有完美的性格 cd1803篇第8節 而是說有憐憫有恩典 不輕易發露者有風盛的慈患 它是有憐憫 經常都憐憫有恩典 不輕易發露不容易發露 有風盛的慈患 其實聖經講很多神的恩典 但是很多時候人講 都是喜歡那些律法的 因為為什麼人總是經常記得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 當然我們都是講要做什麼 但是有神的恩典要做 在神的恩典之下 你的人就輕鬆了 就會平安了 在神的恩典在律法之下 人就重擔了 人總有私心的 俗語說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有人這樣說 但是俗語說 人不為己 天諸地滅 其實 到底是不是人人為我呢 你有沒有發現人人都為你呢 你有沒有為人人呢 其實這句說話是美化了 美化了 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人不為己 天諸地滅 這個呢 其實它就是人作出來的 就是天都消滅你 其實這個不是 只是講到說 你人不為己 就是你自己都沒有做 應該做的 但是呢 神不會因為這樣而去懲罰你 不過人就是這樣 還有人會佔為己有 就是喜歡佔為己有 你一起讀 人的心藏是什麼 雅各書四章二節 你會貪戀還是得不著 你會殺害疾道 又鬥勾爭爭也不能得 就是人就是貪戀殺害疾道 鬥勾 就是時代爭論的 經常都是爭的 其實你看國際新聞 國與國之間 國與國的相處 如果人是好像國家那樣相處 你想想會怎樣 你會怕國家相處 你會經常都是爭了什麼呢 利益 控制 很多這些問題 神是怎樣 神無私的愛 羅馬書八章三二節 神是怎樣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祂豈有百萬物和他一同百百的刺給我 神不單止給兒子 還給萬物一齊 很多東西可以給我們平安喜樂 我們祈禱可以有平安喜樂 我們可以有能力祝福人 又給我們有需要的食物 又給我們有健康 又給我們有聰明智慧 給我們有機會去服侍神 給我們有賞賜神的紀念 神是永遠不斷地提升我們 但是人很多時候都是有私心的 人呢 對人看很多時候人會利用人 其實父母是在世上很大的愛心 但是有很多父母呢 他的心呢 是想著我讓兒子呢 是防老 那這個是沒有錯的 不過那個問題 他有多緊張這件事 就是他是不是把這件事緊張呢 有些父母呢 是很緊張 子女給他多少錢 那這個子女是應該給錢父母的 但是有很多父母呢 就是為了我要得到多少錢 那這個就是人那種 就是相對來說 父母對兒子好 肯定超越兒子對父母好的 肯定子女對父母好的 很多時候都是真的想利用他 這個情況真的可以說是很明顯的 那所以呢 就是人都是喜歡利用的 但是神是提升人的 哥倫多禅書二章九節 如經上所記 神是愛他的人所預備的 是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就是神是愛他的人預備呢 是你眼睛看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東西 耳朵未聽過 人心也未曾想過這麼好的 就是他為你預備 是超越你所想像的 是最好最好的 當你走在神的路上 是必然得著最大的恩典的 人未必是有善意的 就是很多人會嘲笑人 利用人 對人說好笑 但是神總是善惑人 神是愛世人 神愛世人 他永遠都是一張最好的比喻 人是不能肯定成功的 很多人就失敗 很擔心 譬如現在世界經濟 經濟經濟很多問題 銀行都裁員了 很多裁員 很多破產 債務 但是神是能夠叫人成功的 神經濟說很簡單 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一切交給你 即他答應他交給你 譬如 如果做生意 有個人 很多人都想做生意做得好 但事實上 在香港現在做生意 為甚麼呢 租貴 做兩做 應該就被人頂了 即是我們去商場 周時發覺 咦 經常都轉 即是做一切都不行 其實他用了很多錢裝修 很多錢放進去 買了很多貨物 到底他賺不賺得回呢 當然有人賺的 但也有很多人虧了 即是 很多人都會很想 找一個方法 一定行的 如果有人說 他有一個方法 我教你一定行的 一定成功的 我相信全世界都會找他 有多少人賺大錢 就是因為他說 我有一個成功之路 你一定賺大錢的 但是神現在告訴我們 你就是這麼簡單 先求他的國和義 一切交給你 他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你真的發現祝福 未必代表你要變成大富翁 但是神會供應你的需要 並且整個生命得福 所以希望大家都相信 神真的是一位祝福的神 給他支你 擔保你的生命 當你聽他的話 一定無福 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希望大家想透這一點 在這個世界上 當你出來做工 有沒有擔保 你擔不擔保老闆一定好呢 你擔不擔保這份工 一定做一場呢 你擔不擔保 這間公司一定不會倒塌呢 是我們沒有人能夠擔保的 但是神的公司 是一定不會倒塌的 在這個世界上 所有公司倒塌 神的公司都不會倒塌的 現在神應可以當你先求他的國 和他的義一切交給你 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不決 天離地何等高他的詞 我向敬畏他的人 也何等大 他一定祝福飯是跟從他的 這個是擔保的道路 但是很多人就不太喜歡走神的路 有幾個原因 要付出代價辛苦 如果我賺大錢 我可以響響腳 我可以享受世界 我可以喜歡買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些眼前的福氣是最好的 但是其實呢 當人吃很多東西 和好像你現在吃的份量 是不是舒服很多 開心很多 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我自己也試過吃一些好吃的東西 發覺很快就吃了 我自己也試過了 就是 譬如 我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有時呢 我和太太 逛街 有時呢 都會買雪糕 一個雪糕兩個人吃 就是 挺好吃的 當然這個不是健康的食物 不過我們都會吃一些 我們吃很多健康的食物 但是都會吃一些 未必 就是不會特意選來吃 不過雪糕是一些好吃的 不過發覺多好吃都好 一口一口就遲早吃完 遲早的味道就走了 就是說你享受世上的東西 你享受完之後又沒有了 但是當你有神的喜樂 和你看到人改變 被祝福 譬如今天幾個得意志的 我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們每次星期二 通常來說 可以的時候四五小時 我們都有服侍祈禱 我們歡迎大家繼續回來 我們為你服侍祈禱 看著人們的改變 是很大的喜樂 並且操練那些人 為祈禱的人 也都可以操練為人祈禱 可以發覺 咦?我們都帶著這個能力 所以我希望大家 盡量多回來 早都回來 你早到多少就早幾多回來 可以操練為人祈禱 那時候呢 你發覺呢 所得到的喜樂 是多於你吃東西的喜樂 你吃東西 一會兒就吃完了 但是祝福人 你看著那個人的改變 是很大的滿足和喜樂 神呢 是一定叫我們成功的 一條路 擔保的 這個世界有什麼擔保的? 你讀書 擔不擔保一定考得好呢? 不是一定的 你考到擔保一定有好的工作 也不是一定的 你有好的工作 是不是當你的前途一定好呢? 也不是一定的 你結婚 是否一定擔保的婚姻是好呢? 也不是 你生兒子 那兒子一定乖呢? 也不是的 這個世界上 譬如你做運動 是否一定擔保你健康好呢? 也不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上 是不會擔保的 但是神的路 是神化了擔保 有些人說 那你有一些會有問題的 其實我們留意一下 第一 法國那些愛主的人 的而且他的生命 是顯出更多神的恩典的 就是我自己一個例子 我現在 今天開始就有三個月 就六十五歲了 這個有一個恩典 又不用戴眼鏡 那些人說戴什麼 軟是近是老花 什麼都不用戴 那就是神啊 那你又有膽子 又有力量 又有精神 感謝耶穌 我從早做到晚 一直做呢 我們通常從三點鐘開始 就見人 然後就祈禱 然後就門訓 然後晚上聚會 一直直落 那你又見到我又不是好像 很累 我都是工作 有些人 很辛苦 很累 很多人都會這樣 但是你看到 經常都這麼好精力 當然 有一天我都會精力減退的人 我不是 就是我都不會永遠 是健康的 但是神都給我 很大的恩典 和很大的喜樂 平安 就是祈禱很多人喜樂 有些初途都沒有喜樂 待會又喜樂了 感謝耶穌 真是很好 這個是神的恩典 希望大家知道 真是好 有神也好 我們一起說 我們跟從神的話 是Garantee一定越來越好的 是擔保一定越來越好的 在美國買東西 是有質素Garantee的 就是你不好 你可以拿去換的 甚至你買了一個紅棕 可以換的 這個在香港是沒有可能的 有些地方 甚至一個月都可以退貨 不過 就算你有得Garantee 你不能夠Garantee 那些東西絕對好的 一樣買回去 始終那些貨品 怎樣買到最好的 都是一樣的問題 但是神的裡面 總是 總之你跟從祂是最好的 所以這個其實很簡單 跟從神一定用風 不跟從神 任何地方不跟從神 必定有不好的效果 我希望大家深深記得這件事 因為很多人是有一種心態 是可以在神的手指納走得過 這是很難相信的 他覺得不要緊 我總之以後就可以了 我現在暫時說 我要走過神的手指納 不要緊的 很多人覺得我年輕的時候 就給自己 老的時候就給神 他以為很聰明 但其實是愚蠢的 因為你年輕是最好的 我感激的神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我很多東西學習 很多東西 譬如我記著聖經 很多時候 我在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記著 很多東西放在幾年 我在三十多歲的時候 開始彈琴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開始彈結他 不過後來停了很久 後來我又拼得回來 很多東西我在年輕的時候 一直操練 一直做 在我經歷四年之後 都在年輕的時候 就馬上操練 聖年充滿了 然後就在聖年中運作 然後怎樣改善主理生命 改善侍奉主 然後神就給我這個 發揚神聖誠 講道法 時事講到神的恩典 經常看到神的恩典 經常看到神的恩典 今天也有些同學跟我說 牧師你快點寫了它 快點 看不到有些這樣的教導 讓人看得到神的美善 什麼經文都看得到神的美善 我經常都說 是神給我 不是我有的 是神給我們 即是你聽神說 是guarate 擔保他一定給你 一定給你的 一起說 當你跟從神 是擔保一定給很多恩典 福氣給你的 當你不跟從神 任何一點不跟從神 必定有破壞性 誰呢 必定有破壞性的 好了 人會看到很多東西 有時是因為事力的緣故 有時不是因為事力的緣故 人就是看東西是看不到的 但是神呢 是什麼都看得到 沒有人能夠走 沒有得走雞的 即是他什麼都看得到 所以你打算說 犯一次罪先 以後才算了 是一定沒有得走雞 當然神是願意赦免 但是那個罪是一定的後果 譬如你罵了人 始終跟那個人之間有刺 即是你 雖然你 神會卸臉你 那個人都可以嚴殊你 但是他心中有刺 可能多次説四章五節 只等主來 他要照出 暗中的隱情 顯明人心的意念 即是神要將 暗中的隱情 和人心中 所有意念 全部顯露 是無得走雞 所以我們走神的路 是必定最好 而神是答應的 你跟從我 你順復我 我先求我國 和我義了一程 一定神祝福 人是被環境控制 但是神是掌管環境 即是全世界都在神的手中 神是掌管 所以在聖經的預言 神說定會發生的事 真是應驗的 全告 當神說要發生的時候 神會使用一些 聖經講到 神會使用一些 不信的人 從遠方來的人 以及從聖經講到 在以賽書講到 從遠方來的人 以及用動物 來成就祂的計劃 那為何遠方人呢 譬如 聖經講到 有四個帝國 然後耶穌會來 這四個帝國的次序 就是神預先講定的 那真是 照著聖經所講的 正宴巴比倫 波斯 希臘 羅馬 就是在羅馬的時候 耶穌會來的 神會使用希律王 在一個 當時殺死那些嬰孩 即是他集道耶穌 他殺死那些嬰孩 但是神使用他 來將聖年重建 其實很奇妙的 為何有人會肯 重建聖年 預備耶穌回來 這個聖年 因為聖經說了 耶穌就會進入這個聖年 忽然間進入這個聖年 而在耶穌之前的時候 長一些時間 聖年已經很殘舊 但是希律王 因為要討好猶太人 他就將聖年重建 這是神會使用不信的人 來做聖年 應驗聖經的預言 我們看到很多人 有時候看到他很聰明 我們就覺得慈悲 為何那麼多人 不肯使用自己的生命 覺得自己用不到 我們這個課程 希望多些人興起 很多人都聽到 很多見證都覺得很好 但很多人就說 我聽見證 但我希望你們是製造見證 不是作見證 而是你為人祈禱 神就做功 於是那些人得意志 那你就製造 不是裂造見證 因為那些人得意志 所以有越來越多見證 多謝主阿May今天 和Enitta祈禱的時候 又請她出來分享 這個是勇敢的行為 是應該的 見證主 是的 Hallelujah Enitta就經歷到 有耶穌拖著手 這個我告訴你 就是曾經有一個人 撞車 有一個牧師撞車 是撞到很離奇的 那個車 對面大貨車 滾了上他的車頂 壓扁了他的車頂 然後他救出來 是要找那些機器 把他拔開 是已經死了 那麼有個牧師 他塞車在那裏 一邊 就是單程路 不是單程路 就是去的一條泥 翻一條泥 他撞車在一條橋那裏 那裏 封住了 後面有個牧師 神就跟他說 你要去為這個死人祈禱 那個牧師說 神啊 我們為生人祈禱 不是死人祈禱 神啊你要去 那這個是有新聞記載的 我是有這個影片的 有新聞記載 那他去到呢 他就說 我為這個祈禱 他就說 死得很恐怖 已經蓋住了 他的腳少了四寸半 就是有那些骨 飛了出來 那後來 他剛 我感激神啊 就是他那個過程 後來他生回來 那他生回來 那他生回來 就剛好有個醫生 在場呢 那個醫生是有這個能 知道這件事就是 如果凡是撞車 一部分的腳腿 失了的人 你不要這樣搏 骨 是要中間有些人 扔開他 隔開他 所以後來他的腳一樣長 就是後來整回 就是有個這樣的醫生 那這個人呢 就去為他祈禱 他在祈禱 他在唱 他用英文唱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那他唱的時候 跟著那個病人 那個死人 開始唱 他就跑去 他唱歌 那這個人 你不要開笑 怎麼會唱歌 不理他 他又找另一個 他唱歌 那第二個就聽他講 走來看 真的唱歌 然後呢 就後來救 救他出來 救他出來 是一年的時間 很長的時間 那後來呢 就是 神又醫好他 就是真的 神又大大洗肉 他作很多美好見證 他就講到他在車的時候 他騎到的時候 他一隻手 就是手就在前面 那那個人在後面 他就說 你是不是牽著我的手 我忘記他說 牽著哪一隻手 那那個牧師說 我哪裡牽著你的手 這隻手這麼長 怎麼牽著你的手 就是他的身呢 在座位後面 那麼沒有位的 有出書過這個 那這個 就叫做 先 45分鐘 45分鐘 在天堂 45分鐘 不知道有沒有英文 有沒有中文回來 他就 有隻手在前面 他說 你牽著我的手 後來就先說 我沒有牽著你的手 我怎麼碰到你的手呢 原來耶穌牽著她的手 所以今天 Anita經歷這件事 謝謝 阿明 阿明 好了 我們看到這裏 《以弗所書》就是 講到 人很有才幹 我們以為人厲害 譬如有些人說 我們覺得他厲害 那些自己不行 但這個經文說什麼 《以弗所書》一章十九節 《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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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養點 hose 他叫耶穌從死去復活的能力 這個能力 report 是在我們牽無 Haupt 其實我們可以做大神 這世上有 라든ke 有人叫死人復活 但是通常調得死人復活的人 不是第一次為死人復活的人 是為很多人祈託 為過很多死人祈託 之後又有死人復活 所以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你自己真的放膽去做 當你放膽去做 你的心會就會提升 你就會大大被神提升 大大被神去興起 但你一定要放心去做 并且受训练 我希望大家真的粗练 真的愿意 神让我将我的生命给你 既然你没有人能够走脱神的手指纳 每一个神都看得到的 你听神的话 神一定用你的 我希望大家 我希望激励你们 我都想好像他这样 好像May或者Alita祈祷这样 好像我们曾经为Anson 帝卿祈祷 叫他以致能够 也有很多人为他祈祷 叫他能够经历神这麽多的作为 也有时有人叫我探某个 为某个祈祷 电话祈祷 我都去做 但有时我都会先叫那个人来做 因为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他们自己尽的责任 然后我觉得情况紧急 我就会去做 因为我都要专注在我自己写的书 去写这些教导 但我可以的时候 我都会去做 我发觉神真的做工 我们今天几个意志都很神奇的 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位弟兄的太太 那个摩头痛是好我没有想到 因为他又没有告诉我 今天才告诉我 其实肚子就很下文 不知道怎么发生 但神就行神即其事 事先讲到是唯有神能够成事 诗经127篇一节 若不是以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恍然努力 若不是以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 然后撒加利亚书四张六节 万君之以后说 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建屋 没有人能够建造这间屋 建造的人就恍然努力 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恍然警醒 你怎么警醒 你踩在后面出现的呢 是人没有那么能够做得到的 唯有当神 神做工的时候一定成就 所以你去哪边 例如你打球 双打网球 一个世界冠军 一个就是世界makeup makeup网球手 那你跟谁做partner呢 他说你选择谁 你猜 猜贏了 会不会你选那个makeup网球手 你选择世界冠军 我们现在一边是神 一边是魔鬼 你选择魔鬼那边有什么效果呢 实输 或者选择人 最后一定输 但你选择神那边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赢 而且充满能力 变成你的生命充满患奇 不是患奇 神奇 奇妙 奇幻 不可以用这个词 奇妙神奇 不是应该用患字 是很奇妙的 你的生命就是充满传奇 那时候有个什么传奇 是什么 传奇 不是 是呀 那个明星 算是耶稣那个明星 他有做过一套的 就是说在神里面 我们的生命是会很传奇的 一定是很多神奇的事发生 你想不想是这样 你都会很兴奋 很开心 对不对 你的朋友也都很多 你整个生命会发挥 很多人都会很感谢你 去到天堂 很多人都会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 你曾经帮助我 神也会感谢你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而是依靠耶华的灵方能成事 你有圣灵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你就凡事都能 所以你经历的时候 你可能就经历平安兴散 你不要看小 你天天都会 一路亲近神 你就越来越大的祝福 中中我们有一位 Mabel 坐在那里 我初经历四年 就是去他教会 他教会 他的女传导 请了我去 牧师又很认同 就在他教会 做四年充满聚会 是我第一次做一段 长时间的 四年充满聚会 就是在他教会 当时整班人 在这个传统教会 一直经历四年 这个就是 Mabel 当日 在那个情况之下经历圣灵感 我自己当时看到 在那些罪会 慢慢越来越圣灵的同在 越来越强 就是这个开始了 其实就是放胆 我就是放胆不怕死 不怕人笑 不怕人乱想事 我照做 当时我去到神学院 一样照跪那些神学生 祈祷 我去到辟祷都为人祈祷 但是神就一路使用我 虽然有些人会抗拒 但是不要紧 他抗拒是他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那次是我第一次经历圣灵 是啊 在我身体中 是啊 你当时经历了什么 当时是 我当时是跌下了 但是我都不敢跌的 我有些人是拔着你 但是后来放了我下去 就是一帮电影似妹 其实十几个 我是躺在成坛那里的 接着我就觉得很奇妙的事 在心里面 涌出来不停哭 哭得很紧要 我好像听着另一个人在那里哭 其实我是在预科开始 是有那个 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 等一下 我应该是预科 是从六岁的时候 是第一次去听到良心的声音 于是我就照良心去做事 我发觉很开心 我一天起床都很开心 但是后来 后来 因为我想停下了 不想像以前死读书 我爸爸妈妈就反对我 我停下了不读书 我当时开始突然间 失去了所有能力 他们好像跪下 求我读书科 但是我是为他们而读 整个人所有生存的能力 是没有了 我记得我十九岁那年 我是觉得生不如死 一路一路就 也开始去尋求神 而我是回了教会 但是我经历不了 那一次我才经历到 性灵释放 我之前那种 压抑了很多年的病 因为这样我要看心理辅导 跟着一出来做事 我赚钱 就是我教书的 我一出来做事 我就看精神科医生 那种痛苦 我觉得在那一刻 在里面不知为何 帮我释放出来 勇出来 就不停哭了 那就是主 永远归给主 那我们希望呢 当Mabel和别他人 经历神的工作 就继续去给神用 就不要停留在这儿 就不要说我不行 我做不到 不是我们做 是神做 你想想给神用吗 是可以的 就是你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 就是微不足道 完全没有影响力的人 你可以成为一个传奇的人物 帝兄 我鼓励你 你多亲人神 你可以进入一种很奇妙的经历 神会大大使用你 你将来所结的果子 和以前比 是大很多倍的 所以我鼓励你 好了 这里呢 讲到另一点 就是人掌管 人掌管生命 你看这个图 左手边那个 你是不是帥帥 左手边 左手边帥帥 但是我是不是想象他 后来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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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的 其实也会年纪大 是啊 年纪大也会 就是说人呢 就是总是他的生命都会过去的 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节 神靠对他说 无知的人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就是人不能掌管生命 但是神能够掌管生命 在华罗书一章十节 一起来说 唯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活有童盡 就是神是无穷无尽的年数 现在都是无穷无尽 将来都继续继续 是无穷无尽的 神是完全掌管一切 我们有神呢 我们由现在开始就 就永永无穷无尽了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生命 并且能够祝福很多人 我希望大家都说 神啊 世人真的掌管不了生命 人能够掌管自己 因为很多人很怕的 经常都怕 后来那几年 很多人都很怕这件事 后来那几年 你忍住后来那几年 有些人都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有神呢 我们也不怕 无论有多困难 我们也不怕 现在我们的生命可以发挥 不只是经常惯着自己 后来那几年 而在无论什么日子 都是充满喜乐 充满能力 充满神的同在 全地都属于神 所以无法走机 你一定在神的手中的 诗篇二十四篇一节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外住在其间的 都属于尤华 全部都属于尤华 所有的钱 你钱包的钱 都是属于神的 神给你掌管 即现在你做管家 但是全部都是属于神 当你愿意用在神的身上 神就起源 神就会接受 然后是要大大的祝福你的 还有万有都是他托着 你的生命是神托着 当人不喜欢神的时候 神就可以将一手拿走 我们见到李小龙中最强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很厉害 他做了一部电影 死亡游戏 但他做不完就已经死了 他觉得他的名字 死亡可以是一个游戏 但结果他自己都不能够脱离死亡 《基黄来书》一章三节 这里讲到基督 基督是神荣 要所发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滩权的命令托着万有 万有都是靠神托着 所以你离开神 你必定有不良的 后果必定有外星 但你走神的路 是一定得福的 这几点就让大家知道 一切都是在神里必定得福 并且我们都是为祂而做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 一概都是借着祂做 而是为祂做的 譬如我买这个遥控 这个遥控就是 买了我就属于我的 就是属于我用的 当我按的时候 它不反应 它就去垃圾桶了 它就没用了 我们同样的 我们在神的手中 你听神话 神就用你 你就可以大力使用 当你不听神的话 一路不用不用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套出去 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我们就是为基督而做 你看那个人 就是神做他 由黎土做他出来 我们是为神而做的 静着他做 也是为神而做的 我们有什么结论 第一个结论 三个结论很简单 第一 一起读 不要怕人 被人控制 既然神那么超越 超越一切人 为什么怕人呢 哪个人骂你 不用怕的 他骂完了 他就当他的空气震荡 空气震荡 完了 转身就走了 不用放在心上 空气震荡怕不怕 不怕的 尔赛书五卫一章十二节 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必要别如草的世人 他们都要别如草 不用怕人 不用受人控制 勇敢地去说出来 有什么要说就说 但不会伤害人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处理 可不可以这样解决 可以说出来的 不用怕人的 第二个结论 一起读 不遵从神 不结果子 必不好 因为神长伴一切 神是超越的 你不结果子一定有不好的后果 《加勒泰书6章8节》 信若情欲杀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信若圣灵杀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与恒废音》十五章二节 樊素可分之 果子的知识他就剪去 即是信若情欲杀种 就一定收败坏 即是不遵从神 还有不结果子 一个就是生命 一个就是果子 生命没有 就一定收败坏 然后接着 不结果子 不侍奉神 没有生命的果子 那又怎样 他就剪去了 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 一起读了 《遵从神无结果子》 必无福 其实很简单 三个要点 就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命 《华泰5章19》 但是无论何人 遵行者界明 又教他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即是要遵从神 你就要称为大的 并且教人遵行 其实有些人很恐怖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有些人教 譬如东康闪电 他会发出一些信息 他说这些人 是信圣经 不是信神 他们说 所以他们就说到 有些圣经那些东西 他们不用全部跟着 他说 你整天都跟着圣经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 基督是在天上降能 他们又不是强调圣经 他里面的教导 其中一点就是说到 那些人说 基督徒 你信了圣经 不是信神 但其实我们是信神 我们有信神的说话 但他们是其中一个教导 一个影片说到 不是信圣经 是信神 那就变成了 不跟圣经 而当人教人不要进行 神的戒命 他在天国是称为小的 如果教人进行 是称为大的 马可十章二十九 这个结果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我和风音 撇下房屋 或是弟兄姊妹 父母儿女田地 没有不在今世 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 弟兄姊妹 母亲儿女 田地 并要受逼迫 在来生得必得永生 这里说到 你为神撇下这些任何的东西 很多人就很怕这些东西 撇下 这些钱在我的袋 安全很多 在我的银包安全很多 不能够失去 当你越触神就越失去 因为有一天你不能够保持 这些是神交给你暂时照顾的 暂时照顾 不是属于你的 有一天 所以圣经有个其中的比例 就是说到 用那些不是你的钱财 这些不是我们的 是神交给你 暂时照顾 你用在神的身上 就永远存留 你愿意为神撇下这一切 你就今生得百倍 就是得回那些东西 神就会给你那些东西 你为祂撇下弟兄姊妹 这一切 神就给你百倍的弟兄姊妹 你会得到更好的朋友 你的家庭会更加蒙福 并且来生得永生 不过有些人喜欢有一句 并要受逼伯 哇 今生得百倍 来生得永生 很多都加过逼伯 因为人不喜欢神的道 所以一定有逼伯 但你说我不怕 每一次逼伯 神都纪念 更大的赏识 更大的祝福 并且你可以求神 被人打的时候 一样不痛 或者痛 而我不介意 或者痛 可以经历神的平安 你学到这个经历神的那种祈祷 第二天 无论你受什么苦 你都不用怕 你可以一路祈祷 神就会给你平安 三个结论 一起做 不如怕人 或被人控制 不用怕他 不用被他控制 第二 不遵从神 不结果 天不好 就是你 没有跟从神 没有结果 一定的后果自负 第三 遵从神 我结果自激 王福 你选哪条路 神那么好 那么超越 你任何一方面 我今次的讲道 只是选了一些部分 某些地方 我们看到它超越 但是 那么多地方 你越想越多 所有地方 各方面 都是非常超越的 当你看到神 那么超越的时候 你就不用怕人 还有 如果我不走神的路 一定受苦 但我走神的路 一定祝福 希望 知道 我们不能够走 有些人说 我听完这篇道 慢慢先 我觉得几年 我会跟着 但是圣经说 神要照出 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疑念 那是各人 要从神的手里得出称赞 神那里得出称赞 神会永远 称赞你 祝福你 我一起在神面前 去祷告神 你帮助我们 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否有这种智慧 很简单的智慧 是不是 很简单 神是超越的 神是超越的 所以我们不用怕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不跟着神 一定有不良后果 一定有破坏性 跟着神 必定蒙福 你虽然上班 你完全以教神 你就有力量 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祝福主帮助我们 反省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浪费生命 我们有没有白费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 整个人都说害怕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可以 靠着耶稣 一步一步踏出 主耶稣帮助我们 找一下 为何我们那么害怕 为何我们不敢走出这一步 为何我们不能够 发挥我们的生命 求主耶稣你私人联盟 感动我们的心 和我们一起加添我们力量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比天父 Halleluja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allelujah